神秘沙滩隐藏怪物 女孩脚底刚碰到沙子 就被沙滩给吞噬掉了 本集群毛带来电影《沙子怪物》 夜晚一群年轻人在沙滩上狂欢 他们玩得很开心 为了惊醒 米奇让所有人上交自己的手机 其中两个人从沙滩上捡到一个奇怪的肉球 却不知危险已经悄悄到来 第二天早上 只剩八个人还留在沙滩上 凯莉第一个从宿醉中醒来 她发现自己是在米奇的旁边 走出游艇 她看到自己的男朋友约娜 和另外一个女生前打 睡在一辆车上 慢慢的 其他朋友也陆续醒来 郁闷的凯莉想要回家 站在游艇上 她看见沙滩四周散落着朋友们的东西 朋友们却都不见踪影 凯莉察觉到沙滩似乎有点不对劲 接着一只鸟儿停在沙滩上 竟然被沙滩吞没了 看到这一幕的凯莉 警告刚醒来的朋友马莎 不要碰沙滩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马莎踩到了沙子里 脚被沙子紧紧的粘住了 不管怎么用力 都无法把脚从沙子里抽出 只要碰到沙子的部位 都会被沙子粘住 疑惑的朋友们看着马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车上的万思 想要下车帮助马莎 万思不顾朋友们的劝阻 向马莎跑去 脚也被沙滩粘住 一下栽倒在沙滩上 她整个人都被沙滩粘住 万思在沙滩上向朋友们呼救 看到了沙滩上发生的怪异现象 他们决定开车过去救万思 车子却无法发动 凯蒂让米奇到游艇里 找可以救万思的工具 但是万思已经被无数触手吸住 慢慢地下沉 最后被沙子吞没 看到了万思的死亡 大家很震惊 讨论着 为什么沙子竟然会将人吞没的原因 不管怎样 他们现在只想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想到了打电话求救 却想起 所有人的手机 全都放在后备箱里 米奇让约娜 发动车子 先带大家离开 再去找人求救 却发现 车子已经没电 既然不碰到沙子就没事 于是他们决定 就先待在原地 等人来救援 凯蒂从游艇上走进沙滩 想要近距离观察沙滩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凯蒂用手选空在沙滩的沙子上 发现 从沙滩里 竟然伸出了无数的触手 还会随之延伸 此时 吉尔伯特醒了 他被人恶作剧地 塞在沙滩的垃圾桶上 吉尔伯特想要挣脱垃圾桶 众人联盟阻止 大家告诉他 沙子里有东西 万斯和马莎 已经被沙子里的东西吞没 吉尔伯特相信了大家的话 只能暂时在垃圾桶里坚持着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车子后座的罗尼 在本子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 沙子里的怪物 却已悄然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触手吸向了车子的轮胎 时间慢慢流逝 凯蒂在游艇上 搜寻着物资 凯蒂问米奇 昨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沙滩会变成这样 米奇也毫无头绪 凯蒂问大家 昨晚有什么异样 顽顾沙滩 他们意识到 昨晚的一群人 似乎只有他们几个幸存下来 其他人都已被怪物吞没 绝望的氛围开始蔓延 凯蒂发现 沙滩上有一个巨大的孵化的壳 原来是昨晚捡到的肉球 他们推测 从肉球里孵化了一只怪物 藏在了沙滩地下 凯蒂用最后的食物 想要探测沙滩下怪物的大小 终于探寻到了没有怪物的沙滩边界 约娜想要试试 如何在沙滩上移动 她拿起了滑板 铺在沙滩上 正要到沙滩上的另外一处椅子上时 怪物移动了滑板 约娜只能强撑在滑板与椅子之间 肚子还是被怪物的触手吸到 约娜还是受伤了 她的肚子开始流血 她在椅子上的包里 找到了饮料 分发给了大家 约娜肚子的伤 越来越严重 奄奄一息地 躺在椅子上 千达和罗尼想要去后备箱 拿出大家的手机 经过一番惊险的尝试 他们还是失败了 罗尼的手指被夹在后备箱盖上 动弹不得 此时一个警察开着车过来了 就在众人以为终于获救时 警察却不相信他们的话 静止采上了沙滩 奇怪的是 警察并没有被怪物洗走 原来是因为 警察穿了一双厚碟的皮鞋 警察的辣椒水掉到了沙滩上 他不相信大家所说的 沙滩里有怪物 于是身手去剪 没想到 刚碰到沙子 手就被怪物吸住 随后被怪物吞没 凯莉捡起了警察掉落的辣椒水 密奇想要用毛巾 把自己的双脚包裹住 这样就不会被怪物的触手吸住 然后再快速地跑出去 就在收集毛巾的时候 密奇靠在了松动的栏杆上 没站稳 摔在了沙滩上 迅速地被怪物 吞没在了沙滩之中 绝望的凯莉看着这一切 她再也无法坐以待毙了 凯莉拆下了其余的栏杆 跳到了对面 钱达和罗尼所在的车上 抽出了罗尼被夹的手指 随后 他们用栏杆搭了一座桥 通往约拿所在的椅子 凯莉和钱达 成功与约拿会合到了一起 可是罗尼因为低血的手指 肿心不稳 掉进了沙滩 被怪物吞没了 来不及悲伤 钱达按米奇的方法 包裹住双脚 成功地跑到了警察开来的车 吉尔伯特因为被塞在垃圾桶中 被两侧雷出了血 怪物寻着血迹 找到了吉尔伯特 随后 吉尔伯特也被怪物吞没在沙滩中 惊慌的钱达摔倒在车顶上 晕了过去 凯莉绝望地呼唤着 自己的男友约拿 一边呼喊着晕倒的钱达 晚上 钱达终于醒了 他在车顶上 找到了一艘充气救生船 利用这个救生船 他们成功把受伤的约拿 晕到了车里 可是凯莉 却被怪物拦在了车子外面 凯莉爬上车顶 向怪物的触手撒了汽油 点燃了怪物的触手 战机逃回了车里 没想到 怪物还是紧追不放 想要打开车门 钱达和凯莉 合力关上了车门 精凭力尽的三人 在车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凯莉的男朋友约拿 已经死去 一个男人发现了他们 凯莉和钱达发现 怪物已经离开了沙滩 最后 他们相互搀扶 离开了这片恐怖的沙滩 谁能想到 平静的沙滩 会藏着如此恐怖的怪物 本是欢乐的聚会 最后 诗经以悲剧首场 故事配老酒 明昭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